你看你也经历过startup,IPO,然后你对最近的这个Snowflake,Airbnb,Doordash,IPO有什么看法吗? 我是觉得在这个最近这几个IPO影响比较大的,对就是对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那个包括包括我看大家学弟学美什么影响特别大的就是Snowflake的那一笔,而不是那个Doordash或者是Airbnb, 因为尤其像Airbnb,Doordash这种,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认为哦,这是一个pre-IPO,然后这是一个很酷的公司, 然后身边也是一帮比如原来的Google,原来的Facebook,然后就自己觉得特别牛的人,然后然后去了Airbnb拿大包, 然后然后这么着现在他们大包翻翻了,我觉得这是这是一种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当时对很多身边人出动特别大就是Snowflake,因为因为讲真哈,那个Snowflake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招人看着你挺困难的, 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然后然后声音也没有那些大,所以所以如果身边很多当时拿过所谓FLAG大包的那个这些这些同学朋友们, 然后看到身边那些,比如比如说可能就是邱职是是是听着自己的指导,然后那个各种事情都是听着自己指导, 然后最后没有办法选了Snowflake,最后一下拿了几百万的这种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很多人冲击会更大, 像在Snowflake上市之前,我是对这家公司基本是一无所知,然后我知道他们,我坦诚说我知道他们,因为我原来在open source圈子,然后big data,然后我知道, 但是,但open source经历了上一笔,我在Holoworks,然后后后面他们变成cloud error,但是我离开的时候还是Holo,然后我跟我身边无数的这种朋友聊, 大家都在说哎呀经历这一笔之后,我们已经不再相信软件公司还能够有多高的估值了, 尤其是这个互联网公司还能有多高的估值,他们他们觉得大家都不再相信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Snowflake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所以是会是会有蛮大的影响。 挺好的,挺好的,我们这个待会儿可以在这接的接的这个,对对对,一会儿可以再聊一下,对,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正题,我先把这个我的开头这个这个说一下,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李丁聊天室,这是一款计算机博士们讨论各种生活工作中的话题的访谈博客节目,话题主要就是创业经历啊, 职业成长和研究分享,上一期我们和James就聊了在业界研究实习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找回上一期收听,这个2021年的第一期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像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在不同公司,不同大小的公司工作是什么样的经历,从很小的创业公司,刚刚上市的公司到flag级别的这种这种大型的公司,如果你喜欢我们内容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我也想提示一下新的互动方式,除了扫码加入微信群,还有其他讨论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网页下面留言,只要有getup account就可以留言, 如果有合适的问题,我也会在之后的录期的某一期来答复,好了,今天我们做客的嘉宾是吕丽,欢迎吕丽,我能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哈喽,大家好,我是吕丽,然后关于我经历和故事和一些经验的分享,咱们一会聊一聊吧,对,对,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刚才我们也大概先聊到了一些snowflake的一些,一些这个近期的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可以先, 代了step back,就是他们按照时间顺序,从你一开始的,你的第一家公司是,是毕业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大小啊,什么样的类型呢,对,我当时那个phd,然后毕业之后,因为我当时做分模式系统的,然后呃,phd期间我,我运气还不错啊,老板非常的,就是宽容,然后也非常鼓励,反正我phd期间是先在msr做一次intern,然后后来在google的那个,呃,platform infra做过一次intern, 那个都是做了一些,非常纯的distribution system的这种东西,所以在当时我phd毕业完求职的时候呢,14年,这个感觉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就是万区也好,整个科技界也好,就又是在这种startup的风起云涌的这个阶段,然后我,我也在这种大公司intern过之后,我就决定,先去一家,所谓的preIPO,去去试一试去找一找吧,然后,然后当时那个去了Hotworks,我不知道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听众, 大家可能还都没有听过之类的,那个是做Hadoop的一家开源的这种big data的这种公司,然后它实际上最早的这十几个,就是早期的工程师,都是最早Hadoop组的,就是Yahoo Hadoop组的一些工程师,然后这组的工程师,一部分变成了Claudera,一部分变成了Honorox,Honorox是稍微,就是晚一些成立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开源,呃,维护开源软件,同时它相当于把这开源软件给做成, 就是自己的distribution,然后拿出来去做一些support,这是整个公司这种模式,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很酷,因为这个公司这个又是开源,我本科的时候也做过去开源,然后对这个也还挺感兴趣的,然后又做分布式系统,然后还有就是公司在快速的发展这种阶段,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参加一个preIPO的公司,听上去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总会觉得,哎呦,不行,我随时还是可以回到大公司,那我总为这机会难得试一笔吧,然后就去了,对对对, 然后我是14年6月去的horror,结果到14年12月,他们就上市了,然后就就我我到现在都记着那个当时,上市以前的那一段时间,应该11月多分,我们收到公司的CEO发信,然后说我们公司已经刚刚向证监会提交了我们的S1,然后那个我们将会在12月初开始挂牌,然后我当时在加油站里头,我收到这封信,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啊,就这样就,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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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了,就,就等于说之前,从员工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就反正突然一封邮件就告诉你,我们要准备上市,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会上市,我觉得就那个6个月加入,说真的,就那个团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团队,因为就是那6个月,我们每个周五,我们就在那个当时三年那个叫firehouse,就merphy上的那个酒吧,我们每个周五在,像startup,就是startup,就大家就聚餐,然后每次干杯的时候,就是我们,我印象特别 我们清楚了,这都是,啊,let's celebrate when we closer to IPO,就是,我,我从加入第一周开始,他们转我去,去参加这么一个活动,我看,哇,这帮人真的是好自信,然后我们这么着干了半年的杯之后,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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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上市了,所以就说,我们会相信它,it'll happen,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经历,你也会发现,呃,IPO不是一个终点,对,IPO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且是一个有很多assertity的这种起点,不论怎么样,有都没有钱,对啊,那刚才你还说到这个,你说,大家都很有信心,他会IPO,但是大家又不知道这个时间点,那这个,这个certainty uncertainty是怎么来的呢?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吧,就是说,那个,嗯, 嗯,有的工程师会更多的选择说,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不确定性,然后我更愿意,呃,接受这种不确定性,但是我去享受IPO来的那种reward,这个可能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然后,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有,我也知道有些人就觉得不值得去做这样的不确定性,那那那那还有很多其他选择去大公司,也很正常,对,对,对,我刚才那问题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呃,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确定,他一定在某个时间点会IPO, 但是同时大家又都很不确定什么时候会IPO,哦,ok,ok,ok,我明白你,因为,嗯,怎么说呢?讲真的就是,我觉得有有有几个方面吧,一方面是,如果说你超过了一定的时间不上市的话,那我相信大家的信心就没有了,人就开始走,这个,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IPO也好,就是这种startup上市也好,很多时候在乎的是一个momentum,呃,你在这个momentum当中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大家生活当中的 讨论,然后公司的all hands,然后各层的leadership和这个整个公司的各层的这种研讨,大家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这时候你会相信说我带着这个momentum,我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让这件事发生,呃,过了这个momentum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就是,就是人就皮了,然后,然后就不发生,我们碰巧是在那样的一个有momentum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另外一方面,那个时候市场也好,然后那个时候舆论也好,也,也都是一个对IPO非常友好的这种事件, 然后,然后讲一句实话的话,我觉得哈,我个人感觉像,像,像那个时候的很多公司上市,大家为什么相信它很快会上市,因为,哎,现金这个都是付的,你再一段时间不上市,这钱也没了,肯定得上市,这个,业务模式当开始烧钱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会去考虑这个公司的access,那就是这个公司的出口在哪儿的时候,那,那你肯定会考虑,就是说,在下一笔钱烧完了,或者说,把这个公司烧到没钱的时候之前,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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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会会发生一些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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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烧钱的问题,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很多现在的这些公司IPO之前,是在属于烧投资人的这个钱的一个状态,在占领市场,然后IPO之后,现在要为shareholder负责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开始不那么大胆烧钱,而是开始要稳步扩张,每个quarter要要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卷这样子,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不一定,我觉得这件事更多的,还是看这个上市以后这个公司的那些leadership,他们是怎么选择的,因为,因为,因为, 你,你,你,你做出两个方向的选择,你都会有足够好的理论来支持自己,对吧,就是一方面,你如果在乎自己每一个quarter的这个ER,你在乎自己每次ER就像一个performance review一样,然后你在乎这个得分,然后你在乎ER之后,第二天这个股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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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你公司可能会考虑 去控制开销,然后考虑去,呃,把发展速度稍微延缓一些,但同时把这个,就是收入,收益的这个报表做得好看一些,有可能,我,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在短期,或者说在,比如,五年,三到五年,这样一个,时间的范围之内,其实能让公司的所有人,收益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向,然后另外也有一些方向的话,因为我也看到有些公司,就是说,他不是很在乎这个市场短线的这种评价,然后那个更多的还是在乎高增长,然后只要能够保证这个公司在三到五年之内还是活着,但是如果他能用这个三到五年的时间做得更大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就是,也是有相当多的人愿意跟他走,对吧,那个,我,我,我感觉Honorox的话,我们当时可能更多选的是第一种方向吧,那个,然后,没有什么不好的, 然后大家也从这时候获得了很多收益,那个,就,就,就,也还不错,但是,但,但,但你总归,我觉得会有一些公司的类型,如果说他更偏增长,更偏consumer market的话,他可能会从第二个方向走,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那当时那你说的这个Honorox选的是这第一个方向,就相当于是文家人打的这个,这个,这个能够能够盈利的,那这个对你的工作在IPO之前之后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坦诚的说,对我个人的工作,就是在Honorox的工作, 包括我在开源社区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那个可能更多的就是身边有些朋友来一些祝贺,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你公司的就是声音大了一些之后,呃,当你在比如开源社区,或者跟一些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去讨论很多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更容易产生influence,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积极的这种事情,对。了解,那,那你这个IPO之后,那你这个是在那里工作了多久,才考虑下一个这个这个职业阶段呢? 我,我们是14年底IPO的,然后我差不多16年中的那会儿,我开始考虑就是说,因为因为就是说,嗯,公司发展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他们后来和Cardell合并,然后那个在整个这个,呃,这个领域里头,我觉得也都还是有足够的影响力,发展都很好,然后跟那里朋友什么也都一直还有联系,然后也,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笔经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觉得,还可以有更, 大的一些impact,所以反正16年中16年底那会儿吧,我就开始考虑说这个呃,能够能够把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就是做出一些自己的这种事情来,然后然后做一些考虑。对对对,在你说这个下一个这个你做自己的事情之前,我还有刚才忘了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开源社区,那开源社区这个跟赚钱,在我之前传统的理解里面好像是不太不太这个这个不太不太不太搭界的,而且是对,因为开源不就意味着免费吗?就是那那这个像你之前的公司是怎么赚钱, 那个其实对,这是一个常见的那个理解方式,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要承认就是说开源好像确实比不开源这钱难挣,那个Hadoop是开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绝大多数钱都被像EMR这样的这个产品给挣走了,这个这个这个是需要承认的,另外一方面,开源他挣钱的业务模式主要就是说呃,代码本身你是可以免费的使用的,但是把这些代码给packaging,然后分发,然后理解这个代码, 代码当中是怎么工作,来support,这个代码正常工作的时候没事,但不正常工作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呃,这些事情的话,就是你需要一个足够好的商业的这种背景在背后支撑,你就不能靠自己去雇一两个工程师,把这一整套软件直接这一天给抄过来,部署过来,然后说这俩人,他这什么东西都知道,哪天出问题了,这两个人就把这东西全都fix好了,这个当你的这种基础设施的infrastructure的这种软件复杂到一定程度,像Hadoop这样的时候, 然后这件事比较难做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市场上会有这些开源软件的公司,他帮你做种分发,他帮帮你做这些支持,然后他来,呃,养着或者雇佣这帮不停的去写代码的这些工程师,然后这些工程师会帮你去告诉你说这软件到底哪不对了,或者说这软件应该怎么用,然后那个来来做种支持,所以其实主要是靠subscription来转钱。了解,我对我对Hadoop的了解也比较少,我可能对这个开源世界了解的最,不是了解, 接触的最多可能就是Ubuntu,他们这些开源的Linux系统了,他们这些系统也是这种也是这种盈利模式,因为它的系统本身是免费可以下载的嘛,哦,对,它的是,对吧,Fedora其实很多公司现在都在用,对吧,然后Red Hat的subscription其实也是它盈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然后我觉得Honorox在这一点上有一些相似于Red Hat,但另外一方面当时我们是百分之百开源,这个和那个Red Hat的有些经营理念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我也不知道是 还是好还是不好,那个,然后后来和他合并了,然后应该就一直是走那种hybrid路线,就是相当于是最核心的这一部分,你是开源的,但是应该会有些增值的产品。了解,OK好,这个这个谢谢你这刚才的解释,那你刚才现在说到你又想做自己的下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你当时当时选择的是什么方向呢?对,我当时这这件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呃,差不多那段时间吧,就是然后我身边有几个好朋友,然后公司的这种朋友之类的, 找到我,因为因为我不知道你刚刚我听你念那个开场词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一些csphd们的这种听众,或者说这种圈子,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有种感受啊,就是那个就是silicon valley感觉对于csphd,他更看重的cs,而不是看重phd,然后这个对你的research background,对你的critical thinking,然后对你的judgment这些,不是说没有要求,而是说可能在你,在达到足够的signority, 之前这个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他更多看重的是你如何去deliver产品,然后如何去推进工程,推进项目,呃,所以,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哎,我做了这些研究,然后我,我这个我teaching上,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我总共还是想用用,刚好那个时候有几个同事csphd的朋友就就找到我,然后就说这个呃,要不要去做一些教课这种事情,我说,我说可以啊,teaching可以啊,我可以教,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准备办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用俗名来说,就是办那一刷题包,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可能很多就是signority的人就,哎呀,这玩意好了,我就感觉像是韩寿大专班一样,那我觉得行啊,关键是你想教什么,对吧,那个,你如果教的东西是我,是我研究,是我搞的,我觉得有兴趣可以啊,我就可以试一试,那个,就钱是次要的吧,但是,但是总归能够把自己的价值给体现出来,这样的话也会觉得有些意思,然后,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下, 然后当时就决定一开始教的,就第一个内容,就应该是我phd研究的,叫concurrency,我phd是做parallel and concurrency system,就是相当于是分布置系统当中偏并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我说,那这样的话,他们主要,我说教什么呢,他们就教这个concurrency,因为说java当中的concurrency,学生也不是特别明白,然后教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好教,我说那我就可以准备一个试一试,然后反正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然后我就说好,教concurrency, 然后教完了,那个时候这个课程还不大,然后学生们反馈还不错,听了之后觉得,哎,听了自己,自己感觉自己挺明白,这些实际明白,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明白了,但是,但是得,这个,这个得他们实际写code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明白,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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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反正感觉反馈还不错,然后他就说那这样的话,你要不要扩展一点,咱们再教点别的,我说可以啊,我也觉得这个系路可以再宽一点,嗯,然后,然后就比较自然,再去自然延伸教什么呢,然后, 然后这个课程当中就,有很多programming language的部分,就是教java,这个programming language,因为我phd的时候parallel concurrent system,然后我当时thesis的一个立足点,就是做在,就把这些东西往programming language方向做,然后我当时把这个,就是相当于parallel和scripting的这种semantics,结合在了脚本语言scripting language上,所以,所以算是这个pl和distribution system的一个结合,我说我也能讲这个pldi我也,我也搞过,我也发过,然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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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试吗,那个,不丢人,然后,然后,所以慢慢慢慢我就开始做这里头,这个programming language这个课程,然后从什么是object orient开始,然后,讲比如说,怎么去理解static,然后怎么去理解final,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再讲到常用的刷题,或者说这种,面试准备当中常用的这种API, 这些常用的数据结构,然后这些数据结构是怎么回事,然后到最后再讲一些高级的语言特性,这个慢慢慢慢就把这个,这些内容就给整理出来的一套这样的体系吧,相当于是,反正,然后差不多就到了,我觉得差不多到了16年底,这段时间,然后这些东西就都成行了, 然后,然后那个,那个时候,然后业务量也增长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因为那是一个,市场有传闻,传说当中刷几遍lead code就能进flag公司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吗,是吧,那个startup也在回潮了,上市之后没火机,大家就全都想着往大公司跳了,然后南湾房价也开始蹭蹭走了,人就全都往这边跑了, 那,那,就,就,总之就是那个时代,然后,就有非常多的人有需要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业务量在那段时间当中,每年基本上就是在triple,从我一开始就是接触这个团队,可能一年就是在,面临左右的这种营收,就,就,就,大家觉得反正就是一个side project,一直到那个时候开始,开始有,有,有,超过面临这种营收,然后,然后团队当中也陆续开始有人决定去fulltime的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然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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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哎,这个,这个时候我是可以, 比较认真考虑一下,所以到17年初的时候吧,那个,我就,我就考虑再三,然后,那个,觉得还值得试一下,然后17,我是17年4月份就从Hotorox离职,然后5月份加到这个,当时有,就在前教育的创业公司,所以你现在是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像是part time在这里,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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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了part time,交教书可以,可以试水一下这个项目,对,这可能是从side project长大的这种创业公司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你可以去, 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相当于有一个交互的认识和磨合这种时期,然后完了之后,我觉得,哎,这个看着这个选择还不错,然后,然后就去,OK,然后你家,那加入之后,这个,当时团队应该也很小了,所以,我是,我是,就是最早加着整个团队的第4个人,就是第4个教书,教这些内容的人,然后,呃,17年初,就是,到快三,四月份开始去嘛,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医疗保险都没有,那个, 一家的医疗保险就在,就在我一个人,然后,然后离职时候买的cobra,相当于是那个,我不知道,就是,我之前看那个,我之前看那个Airbnb给离职的那个,买的也是这个,那一般,一般那种都是被layoff的,说公司会送cobra,然后那个,我是相当于自己主动离职,但是没保险了,所以我就自己掏钱去买,就相当于是离职之后,还能有一段时间,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寄托在你前一家公司的保险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然后, 我,我差不多这个状态,维持了那有一年的时间,等我们当时新的公司真的站稳了,然后把这个保险什么都给搞定,我才有,我才有医疗保险。 了解,那那你,那你加入的时候还是负责教书吗,还是说你有就扩张到别的一些这个的,没有,没有,其实,其实我在离职以前,就是换到这个工作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就已经不仅仅是在教学这部分了,因为,呃,如果说你想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side project,那你最开心的状态就是, 就是教教课,然后跟学生聊聊天,那个学生有不明白的,你给你给他们打打仪,对吧,这个呃,phd出来之后,这些事情,其实讲真的,如果能够读比较顺的读完phd的话,这些内容也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内容,所以所以蛮好,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呃,如果如果真的想把这个东西当这个事业来做,就你就必须得考虑这是一个business,然后怎么去发展它,然后你怎么去定义你的产品,然后你怎么去,啊, 啊,用技术的方法来解决你碰到增长上的那种问题,因为你的团队是,就是整个这个团队,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偏高科技的这样团队,人很少,然后你是不可能用传统的,什么国内学而私,或者是这种非常重运营那种教育机构,去门口贴广告, 然后这个病毒式营销,然后然后这样来快速的靠廉价的劳动来换来这种用户增长,在在就是在我觉得在我们当时这种市场环境下,如果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是走不通的,那个你很难去用这样的方法去触及到,我们主要是针对的在美国的中国乐园生这个市场, 你没法单靠这样一个贴小条的这种方法去触及它们,你管不管用管用,但是不能光靠这样一招,然后你也没法靠一个很重运营的方式,去雇大量的operation的这种同事,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些日常操作,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用一些科技,或者说是internet这种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其实也是我当时就是在决定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切入点吧, 我是觉得在线教育会是一个很招扬的那种行业,所以在这当中,怎么用这种科技的方法,然后构建这种软件系统来解决问题,而另外一方面教育是一个和人的结合非常紧密的行业,你是不能单靠一个产品,单靠它的metric来定义这个东西的成功的,你肯定是得把它和每一个用户,或者叫用户其实是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相信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通过这个课程想去去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找到工作的这样的人,你需要把这个课和他们的这种人生理想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呀,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是一个technology meets humanity,这种非常标准的silicon valley的这种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觉得那去美,这不能肯定不能光脚课,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很有意思。对,那接下来这几年的公司估计也是这样的,接着这样发展,然后然后你的这个这个负责的方面有接着在扩张吗?像你刚才说的,从教书也在思考怎么运营啊,怎么这样子的。 其实到,其实往后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几个事情,然后一个是我希望搭建就是我们的整个运营那种自动化的平台,很土做的那一个,一开始做的非常非常简单粗暴。 我们尝试在spreadsheet上,按照学生的名单给学生创建考卷,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在这个学生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啊,那没办法的Google大堂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人创建一张考卷完事了,然后你有什么不会的,你就写在上面考试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代码写在上来,我们来review,挺简单的,做没问题。 但是当这个课程开始有一百来毫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事搞不定了。 因为你啪啪啪啪啪,你得做到啪一个小时,啪不完那个点Google大堂,而且Google大堂说真的也不是特别快的东西。 然后大家就决定,然后那个时候也也还没有决定做什么系统,然后反正大家最后就分工。 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任务,说好,你去点鼠边,我说好,我来点。 然后这个创建这一百多份卷的任务就落我头上了。 我一看这事不行吧,这个,这个点到这个反锁了。 然后我就,我就想了想,我说不行,我得把这个活给交出去。 我就跟我老婆说,来来来,你闲着闲着过来帮我点吧。 我老婆说,哈,然后他就过来帮我点,点了,点了第五个字,他也受不了。 然后他问我说,哎呀,这太烦了,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说要不然你这样去看看他有没有那个script,你可以自己去写写script。 我老婆也是phd,但他不是csphd,他不是写码的。 那反正我就说,你就琢磨一下,就那网页。 对啊,然后那个,那有一个google的什么appscript,你就琢磨一下,万一可以的。 然后他就琢磨琢磨,左找代码抄一抄,右找代码抄一抄,你也知道了。 哎,过了一会还真行,一个小小子。 反正我,然后他拿过来,我再帮他改了改,然后跑起来。 用了,用了个差不多一分多钟,把一百分卷,这个google大会就创建完了,还都连上来。 然后每个google大会在哪里都填上来。 哎,我觉得这事可以啊。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如果说,这是从十来个学生,几十个学生,一百个学生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eventually,我们一年会有一千个学生,会有几千个学生。 事实上在今年初,就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这样的规模。 然后我们有几千个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一个这样简单的google script,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很复杂,但是足够强大的这种自动化的系统。 你可以通过code,然后去解决一个学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会成为你整个公司运营的一个基础。 否则的话你就可能会去花很高的成本, 然后花很多的精力去维护一个大规模的运营团队。 而这件事我们可以做,但时间对我们来说很宝贵。 我们没法去研究这件事,这不是我们擅长的。 我们更选择用我们擅长这种方法。 所以在那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就一直相当于是跟着我们团队一起, 然后去琢磨,然后大家去探索,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自动化的这种方法给用到我们的运营当中。 而且没有集群,没钱买机器。 谢谢各个云提供商。 谢谢Google G Suite。 各种serverless服务。 我一直跟我同事吐槽说别人serverless是因为serverless酷, 我们serverless是因为我们真的是serverless。 我们没server。 然后所有这些东西架在Google的serverless那种platform上。 然后我们可以到我差不多一年多之后, 我们可以保证像学生enroll的这整个过程, 然后我们老师上课的这整个过程, 然后我们的整个监管的这整个过程, 全都是在这套自动化系统的基础上去运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学生上课之前, 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自动系统能够去监控说, 这个老师有没有在这个时候打开这个课程。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报警。 因为我们一年只有几千节这样的课, 那有一节出问题, 这个对你的质量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那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机制去监督, 然后去报告, 报警, 我们有on call, 然后解决, 就跟一个标准的互联网公司,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面, 就是可能我们产品的定义吧, 就是, 就光有这样的平台还不行。 我们, 而且我也, 我个人也觉得,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e-learning company,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刷题班, 这样的, 这种line of business, 我们得去扩展出更多的这种产品的线路。 然后, 每一个产品的线路, 他怎么去定义? 然后, 他跟那些我们预定的customer, 或者说预定的我们学生之间, 我们到底能给人家创造出怎样的价值? 然后, 我们手里头又有哪些技术, 哪些资源能够去组合成这样一个产品, 以及这个产品和市场上如果有的竞争对手, 那他到底是有什么样区别? 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产品的这种定义上和那个开发上, 我在这过去的几年当中, 嗯, 做了几个这种小的产品, 那个, 然后也, 也觉得就是学到了很多种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做的很酷的这种事情。 对, 然后第三点当然就把团队给做起来了, 这个,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 我现在做这些事情, 团队和这帮人,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 你刚才也说到这个, 这个就是要自动化这个过程, 其实我也感觉就, 其实就跟很多现在大公司里面很多什么DevTools啊, 这个team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对, 是的是的, 就DevTools, 就是Internal Infra, 其实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 嗯, 就就Facebook文化是叫Move Fast with Stable Infra, 对吧, 那个这, 大家基本上这个只记得了前面的Move Fast, 但是就是可能在社会上更多忽略的时候, 后面的Stable Infra, 然后我觉得这个Stable Infra,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因为他能够保证你在一直去Move Fast, 他能够保证你每做一个这样决定, 你每决定做一点事情的时候, 你都有足够的基础, 能够很快的把这件事做完, 所以其实这件事很重要。 对,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的今年早期的时候, 你离开了这个, 这个E-learning的公司,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你说这个, 你也, 你也体会到整个增长啊, 这个过程也很exciting,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rewarding的这种经历, 说真的是very rewarding experience, 就是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们同事聊天, 就是说那个, 嗯, 我他他就问我也是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离开, 然后那个,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种startup的增长, 就你这种整个经历是一个, 怎么说呢? addictive and toxic process, 就是一方面非常的诚意, quitely addictive, 绝对的, 就是说当你每年每季, 或者每做成一个mileslone的时候, 你看着这个曲线像一个指数一样的往上走的时候, 你看见这整个东西就像, 就这样起飞, 然后你每天的时候能看到, 这一天和之前的一天, 一周, 一个月, 一个queue, 一个half, 它对比一下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时候, 这过程非常的让人上瘾, 非常rewarding, 我也学到了很多,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engineer, 但是在我参与到这个经历之前, 我更多在乎的是, 这个系统consistency model是什么, 然后如何去构建一个highly available的系统, 等等等等, 这种非常hardcore的技术问题, 但是当我真的经历过这个经历之后, 我会有很多这种产品上的, 然后发展上的, 然后如何去和团队去工作上的这种思考,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你也总会去再寻找一些更多的impact和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这种, 有一种新的发展的思路, 然后第三点对我个人来说,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 就是经历了这几年这种创业之后, 今年中的时候身体确实出了一些小问题, 我从三月到五月差不多就是两个月60天的time frame, 被扔到手术室里推进了三次, 做了三个这种小的手术, 而且这三个小的手术是在, 是建立在其实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在这之前的那三年当中, 我还各自做过两个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手术, 就相关的手术, 所以所以加起来相当于你在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里头做了五次手术, 有两次其实通过乙儿进去的, 那个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你做了三次手术, 然后那个这个压力啊, 然后各种就是无论是身体上的压力, 我觉得不能这么直接的说了, 可能这是命吧, 我觉得我不做startup, 可能也会出这事, 所以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因果关系,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吧, 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对我后面的影响, 就是说经历过这些, 然后尤其那两个月的时候, 那三次每次劝霸完了醒来, 然后你啥事干不了, 你就躺在那块, 躺在床上, 你第二天基本上自己躺在这家床上, 然后你思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就我觉得这可能就, 就从一个体验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 你就是when to call, stop,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然后考虑再三,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发展的方向, 然后产生的impact, 产生的reward和我自己的身体, 这几项里头我总归需要有一项做出一些妥协, 但我不希望它是我身体和自己生活家庭也做出太多妥协, 尤其我觉得我家庭的话, 已经为这个事情牺牲太多, 每次做手术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自己把车开过去, 我都不是打个Uber过去, 然后自己坐, 人家说你家人呢, 我说这个家人确实太忙了, 我陪不了我, 然后我自己来, 然后我老婆可能就在请假, 把我再从手术室给到时候接回去, 然后陪小孩什么的也都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把这些自己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 全都转嫁在家庭那边, 所以我想的再三, 我觉得还是, 这还是应该先停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已经学到足够多东西, 而另外的话, 就是发展方向上的话, 我可能还是更希望往technology的方向走一些, 然后团队的话, 那可能大家更多的可能希望它这个东西更够偏重于运营一些, 所以在方向上, 我觉得我不太清楚我的technology的背景, 还能够持续的把这个事情往大的方向, 往scale out的方向再推多远, 这件事情说真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尤其是那个时候你人都已经到病床上了, 你也你也没法想这种问题了, 所以, 所以这些uncertainty都都在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决定先就是离职先休息吧,是。 对, 你这个决定也挺挺make sense的, 毕竟这个一旦身体相关了, 我最后的定义就是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就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再去有含糊, 因为有含糊的话, 你可能会失去更多东西。 对对, 我我我我最近没没进过手术室, 但是但是在博士期间的时候也是有有跟你很类似的经历了, 但也不像你说的, 也不是因为博士期间的什么在这个这个这个做研究, 直接导致了, 但是因为没有对, 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因果关系, 只是说可能很多因素生活啊, 工作呀, 学习这种因素加在一起, 然后在那个事情之后就会导致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当时, 类似于996的这种这种研究生活, 会会被迫的一做一些改变, 因为我感觉身体最重要, 家庭最重要, 这个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Paper说007要持续好几个礼拜,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靠年轻,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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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你现在是是就选择想要这个这个休息一段时间, 想要重新思考啊, 这样, 我当时反正休息了一段时间, 然后思考了一段时间, 人生刚是当时刚好COVID也来了, 那个, 然后到处也都关门了, 然后我我我住这房子, 反正我们这儿有一小区, 然后里头有个游泳池, 还有个网球场, 然后我就那段时间网球打不了的做完手术, 然后我就游泳一声跟我说可以, 我就每天游, 游个一千多马, 然后那个游一个小时, 然后一边游, 我就在睡以后一边就去思考人生, 那个就想我做就是做对了什么, 然后做错了什么, 然后那个哪些地方还可以做更好, 然后以及如果要再去找下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跟人怎么去讲我这样一个事情, 我也就是去汇总了一下, 然后就反正就差不多是相当于7月歇了一段时间吧, 那个6月开始, 5月多分做了手术, 先先在病床上躺了一阵, 躺了几周, 然后开始慢慢能游泳, 6月开始我去休息休息, 然后7月我就重生了, 然后那个离职之后, 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 就一边休息, 然后一边找找新机会, 然后更多的可能还是总结一下, 就是过去的德和施吧, 对, 然后之后你就开始面试这些新的这些, 这个比较就是, 呃一线互联网这些公司, 对啊, 其实思考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可以面了, 因为, 因为就是说我身体一旦可以的时候, 我就都可以跟他们聊着, 这个我们当时做的那些东西, 其实对于我面试讲真的, 那可能还是很有帮助, 因为, 起码从coding的层面上来讲, 我这个coding会变得非常的熟, 对吧, 然后算把层面上讲, 我也会变得非常熟, 然后design的话讲真的, 我觉得课里头能讲的不多, 因为你没法在几节课的时间上, 你把一个人从不熟讲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design这些产品, 然后能够能够让我积累很多种经验, 所以就反正那段时间离职完了之后, 然后我就一边每天游着游休息思考, 然后另外一边就跟这些公司聊了呗, 然后现在其实这些呃, 呃一线互联网的这些公司, 他们就面试senior和面试这种junior, 他们的面试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还是说其实都跟比如说我, 比如博士刚毕业那会的时候, 面试各种公司entry level, 这种职位都其实就是, 就是利code为主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内容上, 区别不是很大, 还是有coding, 然后但是它会明显的更偏重于design, 我觉得下来就有几个感受吧, 这个这个, 当然这个也不算感受, 就是我们的经验总结, 就是说呃, 偏senior的位置,呃, 就Google或者是Facebook的, 那 level 5, 或者更往上的话, 肯定design就会变得影响非常非常大, 然后, 但你coding不能太差, 那个, 所以, 就是说coding至少肯定还得有两楼吧, 然后这两楼, 四道题, 然后你总得做的像样子吧, 你不能说我一天到晚做一个, 这个题写不出来, 这个也不太合适, 然后但是明显design的比方会变大, 然后, 而且在design当中更多的, 可能是看你去主导讨论的这种能力, 因为这其实也是, 我觉得录制以后, 有个感觉在, 在公司头太不一定的一个很自然的这种工作, 然后还有, 如果你去从头去, 在startup当中定义产品的话, 这个很重要, 这个, 这个, 还有一点我感觉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兴起的, 或者说是, 也可能是我们的去年二体到这个级别了, 然后我, 我感觉它变得很重要的是behavior, 就这种behavior的问题, 在behavior方面,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amazon, 我当时跟他们聊的时候, 反正感觉超过50%的时间, 是各种各样的力量,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 剩下的一些, 比如像google, 像facebook, 我是给别的一个, 要求意义, 开始变得非常高了, 那我接着你刚才那个问题问, 就是, 那你觉得这个amazon, 或者其他这种google这些公司, 他们问的behavior越来越多, 是, 是从大历史上面, 这个it行业的变化呢, 还是说你个人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这个职位的高低导致的, 坦诚的说我不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 因为我也在逐渐的变成senior,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做面试指导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也感觉到, 整个市场的这个趋势, 开始变得以重这个behavior, 我觉得我看到的情况, 可能是这两者叠加出来的结果, 但我不知道这两者, 在这其中各自占多少比重, 了解了解, 对, 因为每个公司这面试情况, 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像我当时,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是会, 就是肯定是会从过去的这些hiring当中, 去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再不断的去改变, 所以, 所以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头肯定公司也在改变。 对, 特别是像你刚才说, 如果现在这种e-learning, 这种马农, 这种培训班的模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现在大家刷题刷的都很好, 对对对对, 在刷题这件事上绝对就变得内卷起来, 这个这个这个我就毫不避讳的说, 在刷题这件事上绝对开始变得内卷起来, 就是你刷100刀, 我刷1000刀, 你刷1000刀, 我刷100刀, 你刷100刀, 我把100刀刷两遍, 基本上这个内卷趋势就变得非常的夸张, 对, 而且这不是说你什么我去通过去怎么去学, 就能把这个事给改变了, 这件事就是如果说市场总量只有这么大, 就像内卷那个文章一开始的想法, 如果你的市场总量只有这么大, 如果所有人的differentiator只有这一个, 那最终的结果只会是这样, 你是不能够通过说我们换一种思路,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当你的市场总量只有这么大, 且当你的differentiator只有这些的时候, 那我觉得角度再换, 横看成岭测诚风最后还是这一个结果, 这个这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说真的, 对, 但这个也是就没有办法了, 对, 对, 至少我们短期之内也是没法去改变的, 对, 对, 这个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一开始讨论的话, 有一点点相关, 一开始我们不是讨论到snowflake呀, 这些这些, 当然你说的就是snowflake这公司, 可能当时并没有像别的公司那么难进, 然后对, 所以我相信我包括snowflake, 朋友自己都都承认这一点, 我觉得是的, 但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吧, 就是说open mind会比什么都重要, 成功的定义方式有很多种, 不是说就什么那个考清北, 然后进哈佛, Yale, Stanford, 然后进flag, 就是你最终的归宿和成功的定义, 你这样定义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是对成功标准的一种降低, 或者说其实是一种偷拿的定义方法, 因为你只是在遵循着过去做过这些事情的人的很多方法, 你去接着把它走一遍, 然后当你去这样定义成功的时候, 表面上看是一种很开心的这种, 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就要问自己一下, 就是说这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以及这是不是真的最好的一个发展方式, 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不可否认对很多人可能这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发展方式,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比如去snowflake成功的那些朋友们, 然后去Doorash成功的朋友, 去Airbnb成功的朋友, 以及那些留在Google, 留在Facebook, 留在Amazon, 然后什么345678这样, 又上去的做火箭上去的朋友, 这都是成功, 然后也有可能自己去创业, 那也可以做的很成功, 我觉得这个标准是非常open的, 没必要去锁死在这一件事上, 如果你锁死这一个标准, 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为什么这也可以, 为什么他也可以,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 我觉得选择多种多样, 对, 那你认为他这些就是startup, 这些这么多现在这么这么多的startup, 那你觉得这个怎么选择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 我只能说一说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和经验吧, 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 我没有ultimate solution, 我要有ultimate solution, 我直接去搞投资, 投一个乘100个, 那我开心死了, 不可能的, 这问题我就没有ultimate答案, 但是从我的经验, 我的一些分享吧, 我觉得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做特别不对的地方, 就是你在一开始选择这个方向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以一个我要去一个startup, 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的规划, 就是说我看到的很多身边的朋友什么跟我聊的时候, 都是感觉就是说去google, 去facebook, 去amazon, 去某个公司和去startup, 就把所有的startup作为一类公司, 然后说我去了startup, 然后我想去startup,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规划的方法, 因为这其实会在你无意识的时候, 把很多startup之间的这种差别给抹平, 其实startup它是这种很小的公司, 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故事, 都有自己的文化, 都有自己的团队,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business model, 这其实case by case, 这不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分类, 然后就决定说我要去startup,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经历过这两个, 一个pre-IPO和一个startup的时候, 我最深远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你绝对不是说我要去startup, 所以我会选择这个公司, 而是说我真的觉得他这种, 比如因为他的业务, 因为我能够在这有这种matching, 然后我和这个团队当中有这种chemical, 我喜欢他做的事情, 我去startup, 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 可能很多人, 尤其从大公司回来跳的时候, 一个常见的这种想法, 我个人反正觉得, 从我的经历这么多转完一圈之后,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这实际上会让你overlook, 就是错过很多这种细节, 对, 而这样的话是需要你在公司实际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不断去摸索去, 不断去靠比较大的成本, 比较大代价去学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完全应该可以在之前去学到, 这是一个经验吧,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在startup这件事上, 就像很多人强调, 就是说看startup的话, 很多人看团队对吧, 看人, 一直在强调看人看团队,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然后我觉得, 但是其实是有一件事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startup看人这件事, 所有人都在说startup看团队看人, 那看什么,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所有人都承认你需要看人, 但每个人对于看人的定义, 对看团队的定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反正经历这些事情之后, 我觉得你看一个startup的话, 其实团队的教育背景, 其实真的是非常minor的一件事情, 你可能更多的是看他们之前做成了哪些事情, 以及他们把什么样的事情推到了怎样的高度, 就是说他的过去的impact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能是就是所谓的chemical, 就是真的和这个团队去处一处, 看自己和这个团队处的是不是舒服, 有很多的时候, 因为油气公司做大了之后, 一些微小的早期的signal, 可能到最后会变成一些就是, 会让你变得很难处理的这种大的问题, 所以极早的去发现一些signal, 然后极早去做出判断, 去找这种志趣相投, 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比很多人想的更重要, 因为尤其是早期的startup, 就会决定当这个startup开始做大了的时候, 你们之间相互的协调, 相互同步能不能很顺利的进行,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很多人不太注意的, 但我的感觉是, 你去看一个就是高质量的团队, 跟这个公司的架构也会有关系, 就是说, 早期的时候公司的openness, transparency, 和这个它本身的framework会非常重要, 公司是不是能够足够好的告诉你, 它现在的这种股权的框架是什么样, 然后是不是能够很好地告诉你, 它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 然后相互之间, 比如说中股权框架, 它奠定的时候到底是一个就是soul founder, 然后一人说了算, 还是说是一个soul founder为了创业成功, 再拉了一个人, 就像instagram那样, 对吧, 然后还是说就是相对来说就几个founder, 还是说很多个founder, 这里头每一种架构都会有自己的好处和自己的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你基本的一个假设和出发点, 就是靠谱团队一定能做出一个靠谱的框架,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公司团队的框架不靠谱的话, 那无论这个团队的人看上去有多么的靠谱, 都说明他们不靠谱, 因为我觉得当你的公司做大的时候, 你的vision和你的framework将会决定你这个公司能够走多远,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未来的规划上, 和自己最基本的公司架构上没有考虑清楚的话, 我觉得这绝对是个right fact, 就无论这帮人有多么的靠谱到最后都不要碰, 因为还是那句话, 靠谱的人会做出靠谱的框架, 靠谱的人做start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的技术给做对, 否则的话这个公司一定走不大, 你可以去看到所有这些做的很大的公司,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都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框架, Apple可能是在这里头框架最不稳固的, 所以把Steve Jobs都给搞走了, 搞走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搞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这公司靠谱, 而是因为Steve Jobs和别人不一样, 那个但很多这种大的公司, 我觉得框架还是很重要, 对就是这是第三点, 基本上我觉得今天就是这样去, 怎么去看一下一个startup, 对我我感觉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这个很多点, 就包括第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不能仅仅以一个公司, 是不是startup来判定, 因为startup相当于把它缩小成为这公司的size, 和他有没有上市这样来判定, 但实际上你每天接触到的是你的teammate呀, 你的整个cultural对, 我可以坦诚的说就是说你身边那些去了startup, 而且做的还不错的人, 每次你问他他去了哪, 他跟你说他去了个startup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他做这个选择, 他去了一个startup, 而是因为他真的懒得告诉你这个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对是解释了,所以是startup, 但是对, 但是你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用类似什么司律选的话, 你可能就就不对了, 你还是要去看这个startup到底是什么, 对对, 那对于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你想去了解一个公司的这些,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是可以去深入的了解, 再做这个决定, 那除了加入这个公司,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去了解吗? 我觉得一个startup真的, 如果说真的说, 嘿我这有黑盒子, 黑盒子里有宝贝, 但你不加入我们, 我们不给你看这个宝贝, 这样startup绝对拉不到人, OK, 绝对拉不到人, 因为江湖骗局吧, 对吧, 我觉得因为你看这说明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盒子里没东西, 对吧, 另一种可能, 盒子里有东西, 但他对你没有这个信任, 所以他不能给你看, 对, 如果他希望你加入这个团队, 但他现在对你没有这个信任, 你又怎么能够知道, 他, 因为startup早期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笔重要的capital, 都是一笔重要的财产, 对吧, 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双方都不能够打开心扉的, 去交流这很多东西的话, 那以后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了解, 就是说在面试过程中, 就是问很多关于, 这种问题, 很多时候都不是面试, 一杯咖啡的功夫,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种open, 或者说这种规划, 然后想法, 然后是不是志同道合, 其实, 其实我觉得是在早期不断那种接洽的过程当中, 然后来了解到, 对, ok, 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第三点说到这个framework, 其实这个是个, 你说的这个framework, 在我听起来好像是focus, 在这个股权架构方面的这个, 股权架构, 就是很多跟公司法, 或者说跟世俗的, 创业者所说的世俗的那些东西, 接轨的法律, 然后移民, 价格股权, 然后运营, 但说真的, 其实就是从IEC, 或者说从engineer变成创业者的话, 这些问题影响还蛮大的, 我觉得就是说, 在你去的时候, 总归是应该去了解一下这种大概是怎么回事, 那就等于说是我, 我得去, 那怎么了解呢? 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个创业公司, 现在就5个人, 我怎么去了解它的架构, 是不是一个像你说的好的架构呢? 就是你觉得, 比如说每一个, 比如这件事我觉得非常看人, 就是如果说你希望有一个非常open的环境, 比如我个人我其实是非常希望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startup是一个很open的, 很平等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运作模式, 那你可能就要看一看, 比如说你希望open, 你希望平等, 结果这是一个selfounder, 这不可能的, it doesn't work, 但如果你希望你的公司是work like an army, 对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结构化的这种公司, 那这个时候selfounder就不是Redfin, 对吧, 因为selfounder, 那Emily又是selfounder, Besos一个人把什么事都给你搞定了, 你就直接听他了, 你就去打, 然后这股票就直接成实了, 也很开心, 对吧, 如果你不看中这件事, 那你就觉得无所谓, 对吧, 类似的比如股权架构, 如果你在这个公司, 你是非常早期的加入, 你希望是这公司不仅仅给你带来 Losalos Hill的一套房子, 你希望他给你创建一个长期可持续的impact,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希望自己能够对这个团队施加更多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一个比较平等的这样的核心的架构就会非常重要, 对吧, 如果说你可能只是想说我现在就手头有点紧, 然后那个, 我觉得我想上市撞个大运, 然后我level也没有那么高, 没有在leadership这层, 这个公司已经有了几十号人, 然后这个时候, 那可能这件事对你来说就没那么重要, 那那个时候对于你来说, 可能公司的业务就本身会更重要一些, 这公司是不是有好的trajectory, 对吧, 然后他的customer都有谁, 他怎么要去增长这些问题可能就更重要, 对, 这个这个挺你说的挺对的, 对, 那大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你想其他想想聊的吗? 我觉得我没有, 我觉得我我觉得聊的挺好的, 那个聊的挺透彻, 我觉得想说我都有, 对, ok挺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谢谢李莉来分享你的经历, 如果听众你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节目页面下面提问, 也欢迎帮忙点赞分享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非常感谢, 拜拜, 拜拜,